美国新泽西州的奥兰治市 有一处公寓发生了大火 50户家庭受灾严重 但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居民至少有半年的时间 没有办法返回家园居住 而新泽西的西志工就前往勘灾 了解之后 由市政府帮助提供名册 也前往为居民发放慰问金 还有茂谈 一场火灾 三层楼的公寓被贴上红单警示 只是拿东西 昨天前天还有警察在那边看 就是说他们可以进来拿 但不能够住 据说最少最少六个月回不了这里 六个月的时间 就算不是一无所有 生活肯定大受影响 新泽西慈志工赶紧为50户 受灾民众准备物资 和他们相聚于奥兰治市市政府大楼 一首歌曲传递爱和关怀 受灾民众从志工 每一个细微动作和对谈 一一感受更心存感谢 当眼泪落下原本仓皇不安的心 在面对慈激人之后也安定下来 大约新闻正式爱美职工黄亦怡 王万康美国报道 大约新闻